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社群平台发文指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祝贺国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员 并谴责上中六的暗杀行为 他感谢泽伦斯基的通话 身为下议院的美国总统 他将为世界带来和平 泽伦斯基也在S平台上发文 在表达对川普的问候之外 也感谢美国两党两院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泽伦斯基指出 他们同意在个人会议中讨论 哪些步骤可以得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泽伦斯基日前接受媒体专讨论时表示 如果川普能在24小时之内停止战争 他想知道这个计划是什么 停止战争的代价是什么 如果一个人在世界上 这个人是川普的川普 可以阻止战争 在24小时期的战争 问是 什么价值 川普大难不死 表示上帝有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和平 川普在与拜登进行总统辉论时表示 如果他当选 在明年1月就职之前 就会让俄乌双方停止战争 在与泽伦斯基通话之后 外界期盼川普将会端出什么计划 让俄乌战争 画下句点 新航亚海电视江紫阳编译